大家好 听闻大师今天要为你读的是 十七世大宝法王开示的 修心叙语系列十三 既是上次修心叙语的内容 其实任何人仅仅是 修持狭满人生极难得 这一句就够了 但却无人领会 很多修行人想要的 其实不是佛法 而是人间的福报而已 这是极为错误的观念 但却毫无警觉 真是值得怜悯 如果不消除对于此生的执着 你会因为担心老年后的痛苦 而另于不失 持守戒律需要做到无欲 但也会因为害怕年老的痛苦 而引生出贪欲 因此不断除此生的贪欲 资粮也就无法圆满 因此这句话我要重复说三次 断舍此生贪值极为重要 万法的重点就在这里 一切伦孽的分级也需要从这里开始 究竟安乐的基础也需要从这里建立 一切过患也从这里斩断 一切喜乐的基础从此建立 断除今生的妄念是最重要的 不断除是不可能有任何机会的 这是造成一切痛苦的原因 因此要尽一切力量去断除 法王开示 陆菩萨行论说 狭满人生极难得 既得能办人生力 倘若今生力未办 后世怎得此愿慢 上面这段告诉我们 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 仅仅是狭满人生极难得 这一句就够了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 这一句话的重要性了 平常我们教授转心思思维的时候 都会提到死亡无常 轮回过患 但是许多人轻视前行法 觉得那只是基础的法门而已 不是很重要 如果有人讲解大手印 大圆满才比较重要 有一句话说 前行法比正行法更深奥 但如果没有稳固的前行基础 正行法也很难对自信 有比较大的利益 在嘎当主师的教研中提到 死亡无常想未生 密集金刚非深法 落生死亡无常想 三句归一亦深奥 意思是 如果内心没有生起前行死亡无常 即使是甚深如密集金刚法 对这样的人也不算是深奥的法 这不是说法本身不深奥 而是站在行者的角度来说 这个法门对于他来说是否有帮助 是否深奥 因此如果一个行者没有前行 没有思维无常死亡的基础 就算是深奥的法门 也很难对他起到太大的利益 如果一个行者 内心生起了死亡无常的念想 那么三句归一文对他来说 也就是深奥的法门 对他会产生利益 这里提到很多人只想人间福报 并不是真正义乐修行佛法 这里的福报是指人间的福报 是指人世间的荣华富贵 就是中文说的福报 法王以中文说 这种追求人间福报的义乐 和追求佛法的义乐 是相互违背的 因为一个追求的是此生 一个追求的是来世 举例来说 如果一个人心中带着有追求 今生荣华富贵的强烈贪拙 他也很难真正做到 积聚资粮 净除罪账 积资进账的关键是什么呢 资粮分为两种 也就是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 首先福德资粮要能够圆满 智慧资粮才得以圆满 福德资粮要如何圆满呢 首先要舍弃世间八法 也就是舍弃对于世间荣华富贵的贪拙 只要消除了这样的贪拙 那么这个人就能够自在无碍地 学习十种菠萝蜜 因此内文中说 就是因为舍弃对于此生的贪拙 是如此重要 因此要说三次 舍弃对于此生的贪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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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万法的重点就在这里 一切伦虐的奋气也在这里 世间福报和出世间羞耻的差别也在这里 究竟安乐的基础也需要从这里建立 如果幸运的话 一切过患也因此被斩断 一切喜乐的基础从此建立 所以波多瓦大师深思熟虑之后说 如果不舍弃此生 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修行者 如果舍弃了此生 就会看破世间的各种作为 例如世间的荣华富贵 不会再有贪拙 因此自然而然会对于 为了来世的羞耻而生起欢喜心 因此这里一再强调 舍弃此生的重要性 我们在没有学佛之前 对财务没有多少贪拙 对亲友也比较平淡 对于工作和事情也不会太执着 甚至有些冷淡 但是学了佛之后 却将世间法当成了主要的目标 变得挑剔 吝啬 本身没什么能力 却爱说三道四 空口说白话并且诅咒他人 不然就是成为四处通风报信的人 对于财富越来越精打细算 定定无人能够达成的过高标准 修的是佛法 想的却是致富 做的都是不该做的事情 这都是因为没有意念死亡而造成的 接续修心续语的内容 若能如法修行 所有敌人也会对你生起怜悯之心 你也能够抓得住亲朋好友的心 诸佛菩萨也会加持你 而且能够圆满一切上师善知识的心意 自己的一切愿望都将受到 本尊护法胜众的眷顾 一切心想都将圆满如意 因此使心向法至为关键 你必须要知道 如何将一切经论都用于修此一心 法王开示 例如有两兄弟 一个进入佛门出家修行 一个在家做世间工作 结果那个出家在寺院的哥哥 反而精通各种世间俗物 到哪里都看得到他的身影 总是忙于世间送往迎来的各种琐事 例如这个东西可以给 那个不可以给 那个人该送礼 这个人不该送等等 然后到处说三道四 像个信财一样到处通风报信 他反而比那个在家的弟弟 还更世故 还更投入世间法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没有意念死亡 所以如果没有意念死亡 徒有修行人的样子 最后可能会变得比世俗人还俗气 总而言之 如果自己好好修行 就连对你恨之入骨的人 都有可能会对你改观 会觉得你真的是一个修行人 是一个好人 对你升起好感 例如 密热日巴大师 就以修行感化亲人 尊者曾奉母命 妄咒杀害早年 曾伤害他们的伯父等等许多亲人 但是最后因为他的修行 也感化了曾经很讨厌他的姑姑 来到尊者跟前听法 同样的 如果自己好好修行 亲戚朋友也会被射受感化 一般来说 我们很难借由世间法 让别人满足 但是透过自己好好修持 却是可以满足他人的 只要老实修行 佛菩萨也会加持 自己的上师 善知识也会感到满意 龙天护法也会护持自己 圆满成就各种事业 但很多人不知道修持的重要性 和修行所带来的利益 结果变得徒有修行人的虚名 忙于各种世间俗事 贪着此生 也没有真正相信佛法 接续修行蓄语的内容 总而言之 就像刚波八四法提到的 怨心向法 当一个人生起死亡无常的念想 或者守弃了此生 心就能向法 这里有一个关键 平时我们会讲 三世夫的道次第 夏世夫指的是义乐 向往来世人天果报 畏惧三恶道痛苦的人 所以至少他是一个 一心寄托于来世的人 有了这样的观念 才算是修行人 所以关键在于 是不是一个修行人 要看他内心 是不是远离此生的贪着 而把心思放在来世 法王开世 总而言之 就是要死而无憾 当疾病缠身 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时 却哭喊着 我不能这样就死了 当初我应该要更努力 修持才是 我这老头如果这次能够不死 一定会老实修行的 但也已经太迟了 因此 这时就算生起如火 一般强烈的热情 也没有任何用处了 轮回的我们 具有成佛的机会 而此短暂的一生 终有完结的一天 因此一定要放下精生 老实修行 总而言之 我们的修持 要做到死而无憾 要觉得自己的一生 有意义 不然当疾病缠身 知道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 才后悔当初不够努力 再说要好好修持的话 但这都已经太迟了 所以把握当下是很重要的 现在无论是要修持成佛 还是要完成世间轮回的事情也好 在我们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 就应该好好把握时间努力 尤其要好好把握修行的机会 不要浪费生命 要让一生过得有意义 我们看到在波多瓦大师的教研当中 一再地会提到死亡无常 也是因为大师自己 就一直把这个当成 他重要的修持法门 所以可以这样说吧 死亡无常就是波多瓦大师的 专长专业 所以他非常清楚 观修死亡无常 会生起怎么样的经验和感受 所以他将自己的经验 跟我们分享 如果我们能够依照 他所说的修持 一定也能够得到和他一样的感受 很多人以为观修无常 是很消极的事情 就是一直活在一种 我会死 我不久了的恐惧当中 死亡无常的观修 并不是这样的 观修无常 帮助我们更深刻了解到 我们一定会死 而且死期不定 死亡的因缘也有不同 因此 只要现在还有一口气在 就要把握机会好好地努力 因此观修无常 不是消极的 而是帮助我们 培养积极进取的心 所以观修无常 不是让你害怕死亡 不然其实动物 也有对于死亡的恐惧之心 一切有违法 煞诺都在变化着 我们的生命也是 瞬息不停地在牵流着 因此每分每秒 每日每月 都是一次崭新的机会 观修无常帮助我们看到 并且把握这些机会 换个角度来说 我们可能曾经犯了一些错误 或者做过一些 悔不当初的事情 观修无常给予我们 一种智慧 一种崭新的认知 帮助我们看清那些 都已经过去 而因为无常 每个下一秒 都是一次崭新的机会 可能重新开始 这就是观修无常 带给我们的利益 因此波多瓦大师 一再提醒 观修无常的重要性 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生活中 观修死亡无常的可能性 听完之后 我们至少应该 尝试去做做看 这样才对得起它 如此父一般 对我们的耳提面命 敦敦教诲 才不枉费了他的用心 接续修心续语的内容 其他什么都帮不上忙 只好在这里自言自语 如果不是真心话 就请龙天护法惩罚我 法王开示 以上算是讲完了 波多瓦大师的修心续语 一方面来说 波多瓦大师认为 修心续语很重要 续语的意思是 自言自语 这不著作是他对自己说的话 是波多瓦大师一种 向内的反省 对自己的鼓励和提醒 但另一方面来说 他也觉得有点无奈 觉得可能没什么人 会想要听 因为大家都会贪着此生 没有人想要关心来生 所以他无可奈何 只好取名为续语 因为实在没有人 好好看待死亡无常的思维 所以其实从书名 也看得出大师 他的无奈和伤感 我以前看过 在祥拉玛的教研当中 也收录了这部修心续语 但作者写的是祥拉玛 一般来说 普遍认为是波多瓦大师写的 但是祥拉玛教研中 却写说是他所写的 这点未来需要再研究 并不是很清楚 虽然考证很重要 但从修行的角度来说 无论作者是谁 已经是一位大德所说 所谓依法不依人 内容只要符合佛法 包含佛法的精髓 而且能够直指问题 指出征结点 并给予对质的教研 无论作者是谁 只要我们能够做到 都是很有意义的 这个课程已经三四年时间了 今年能够圆满 我感到非常高兴 觉得自己圆满了自己的责任 希望以这次课程的福德 回向给一切众生 得到究竟的安乐 听闻大师 我们下周再见